今天我們主要要介紹WP PostView Plus這個Plugin的功能 我們要利用這個Plugin來製造來做出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單篇文章的技術功能 那另外一個就是側邊欄最多人瀏覽的功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兩個功能的顯示的結果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首先呢打開我們的WordPress之後的後台 那我們就到我們自己的文章裡面隨便到首頁去選一個文章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title底下它顯示了48個view 48個人瀏覽過 這是第一個功能我們要達成的 第二個功能就在側邊顯示最多人瀏覽的文章 目前我是設定10個文章 按照最高到最低的一個瀏覽數的排序 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從title然後顯示連結 title還有view這樣子 我們現在回到後台 然後我們去安裝這個plugin 那安裝這個plugin的時候呢 在搜尋的地方要打上wp-postviews plus 找到之後呢直接安裝 然後把它啟用就可以了 那當你啟用之後呢 你到settings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個posterviews plus這個選項 那我們點選之後進行細部的設定 初次使用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設成reset to default 就像現在顯示的一樣 像這裡是guest only 然後checkID的話是close的 然後每300秒refresh一次 然後postview的話它顯示的是 用這樣的一個參數 然後後面會出現一個views的自己的一個自定文字 然後其他的話就照預設的就可以了 那當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這個單篇文章技術的一個功能的設定與製作 那我們要製作這個功能之前呢 我們要首先找到在主題底下的editor裡面 有一個叫做content single php的這一個文件 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我們在現在目前所顯示的位置進行 那個一行程式碼的添加 我們就把這行程式碼添加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成功的顯示 然後好了之後我按下save之後 記得在wp super cache裡面把cache重新清除 然後再到任何一個單篇文章 重新refresh就可以顯示看到這個功能完成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進行 另外準備進行另外一個功能的製作 另外剛才是要講一個 我是使用2011的這個主題的頁面 主題來做我的部落格的主題 那不同的主題有時候顯示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繼續進行 最多人瀏覽文章的側編欄的一個設定 在這個設定上呢我們要先回到這個 這個 post view這個plus的設定頁面 然後在這個設定頁面上 我們要把它做像這樣的一個修改 讓它可以有文章開頭點選的連結 然後並可以顯示文章的瀏覽數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額外的設定的話 下面它有顯示出各種不同的 參數設定 你也可以自己自由的添加 甚至於加上所謂的那個縮圖 那我是覺得加太多文章會很亂很難以閱讀 所以我只選擇了title 然後跟文章的閱覽數 就這樣子而已 當這邊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更重要的設定 就是在appearance還有widget這個地方 在側邊欄進行設定 側邊欄進行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要使用text這個widget 把它拖到側邊欄 主要的側邊欄的地方 放在你想要的位置 我目前是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把你的這個位置 title寫下去 比如說top10 然後再把這個code 打上去就可以了 其中10是代表顯示十篇文章 那好了之後按下save 然後記得到 把那個wp super cache 那邊delicate cache之後 然後再重新refresh你的網頁 就可以看到右邊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文章 那這樣之後所有的功能差不多就大功告成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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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